濃濃白煙飄上天空 燃煤發電廠附近 空氣霧蒙蒙一片 遠處的綠樹也模糊不清 當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代表 齊聚波蘭氣候變遷會議 討論如何減少碳排放的同時 追蹤全球碳排放組織 卻公布了一項打擊士氣的數據 報告數據顯示 中國大陸蟬聯第一名的碳排放大國 而美國緊跟在後 碳排放和去年相比上升了2.5% 令環保團體更加擔憂的是 美國政府有意放寬燃煤發電標準 未來情況會更加惡化 政界在退步 商界反而積極行動 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 向股東壓力讓步 將從明年開始設定碳排放目標 打算在2035年減少20%碳足跡 並且加碼投資低碳能源 石油公司打算改變經營策略 減少碳足跡 正好符合有些企業 也需要燃料有環保的需求 例如全球最大航運公司 丹麥瑪士基 承諾2050年前達到零碳排 在2030年 他們就要打造零碳排放的船隻 馬斯基定下的目標不容易達成 但還是讓減碳行動多了一條路可走 畢竟地球降溫的期限迫在眉睫 帶來新聞 正宇宣編譯 並為零碳排放的 履歪